夏威夷襯衫 嗨大家好,我是Watson 今天跟大家介紹夏威夷襯衫的歷史 隨著夏天的到來 舒適且充滿休閒氣息的夏威夷襯衫 絕對是衣櫃不可或缺的單品 今天就來帶大家好好認識一下它的由來 夏威夷襯衫雖然叫夏威夷 但卻不是當地人的傳統服飾 其實在西方人來到夏威夷前 他們穿的是一種由樹皮製成 名叫Kappa的服裝 一直到1798年 庫克船長抵達後 他的船員們穿着一種寬鬆相形剪裁的長袖襯衫 夏威夷才正式出現的第一件襯衫 由於對當地人來說 能夠穿着這種新潮的西式服裝是件很酷的事 所以他們也跟西方人一物一物交換這種襯衫 19世紀時 一種有著藍白格紋的厚重布料從德國引進 當地人稱它為Palaka 並拿它來做長袖襯衫 而也因為這種材質很厚的關係 所以也相當受農場工人歡迎 20世紀初期 他們開始改良這種襯衫 把袖子剪短 也採用較輕薄的布料 並將它稱為Palaka 而這時候的Palaka 也已經相當接近我們所認識的夏威夷襯衫了 20年代時 一群學生因為好玩 所以就想要做一些自己人穿的服裝 於是他們來到中國人開的裁縫店 並選用製作日本和服的皺布來做襯衫 而當這些學生穿這種襯衫時 並沒有紮褲子 這在當時是個很前衛的穿法 其實這樣的穿法是來自於島上的菲律賓人 他們穿著一種名為Baron Tagalog的傳統服飾 而在穿這種服裝時是不紮褲子的 所以所謂的夏威夷襯衫 其實揉合了五種文化 也就是西式襯衫的版型 日本布料 中國裁縫師 菲律賓的穿著風格 以及在夏威夷誕生 1930年早期 當地的裁縫師和服裝店 為了在經濟大蕭條的情況下生存 便開始製作夏威夷襯衫 而當中最有名的就是Ellerie Chung 他在上面印上 鳳梨 棕櫚樹和跳草群舞的女孩等圖案 並從美國 日本和大西地等地 引進布料來生產成衣 他甚至還在1936年 為Alohashure這個詞註色商標 不過Alohashure這個名稱正式出現 則要歸功於裁縫師 公本笑一郎 在1935年時刊登的報紙廣告 順帶一提 由他父親公本常太郎所創立的Mousashia 也是夏威夷襯衫的先驅 另外像是和龜派氣功同名的Kamehameha 還有前身為Brand Fleet的Kahala 也都是很具代表性的經典品牌 二戰結束後 軍人將夏威夷襯衫帶回美國本土 此外觀光業的發展也推動了他的普及 不過將夏威夷襯衫發揚光大的最大工程 則是Alpha Shaheen 早期的夏威夷襯衫又稱為Hash Prince 因為Hash是一種把肉末和馬鈴薯泥之類的東西 混合起來的食物 而當時的夏威夷襯衫也像Hash一樣 就只是隨便把圖像有如大雜彙般的印上去而已 一直到Shaheen雇用了一群藝術家 並包機帶他們前往大溪地集取靈感 才為夏威夷襯衫的設計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 由於當時島上的布料必須仰賴進口的關係 所以他就自己設立紡織工廠 來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 1961年 貓王在藍色夏威夷的電影《人生代》封面中 穿的也是Shaheen的設計 這些都對夏威夷襯衫的發展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 而除了60年代的藍色夏威夷以外 夏威夷襯衫也持續在往後的各大影視作品中出現 甚至連卡通也不例外 時至今日這款單品已經巧妙融入我們的生活 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訂番 不管是時裝還是街頭品牌 我們都能輕易看見它的身影 最後就來推薦幾款我認為本季還不錯的單品 首先是來自Amiri的Zaran襯衫 繽紛但低飽和的配色 給人清爽有活力但又不會過度花俏的舒適感受 接著我們看到這款Neighborhood的夏威夷襯衫 遼闊的峽谷風景櫻花 讓人感到心曠神怡 非常適合夏天著用 最後壓軸的是來自Casplanka的設計 以淡粉紅色為基底 配上充滿熱帶風情的棕櫚樹 絕對是度假旅遊時的最佳單品 另外如果你不敢嘗試粉紅色的話 優雅的藍色也是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那以上就是有關於夏威夷襯衫的基本介紹 希望能幫助各位更了解這款經典單品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就記得按讚加訂閱 我是哇塞我們再見 掰掰